还有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开眼 勇敢在一瞬间 奇迹的感觉 生命中注定的未见 很危险 我唯一你时空每天 微笑那么甜 编满天烟我还耀眼 一颗拉相亲的容颜 这相亲都有面 心想慢慢被你 想摘在这里面 有你每天像晴天 我望着大海寻温 从我未来连人不回遍 围绕在你之间 守护你的决定 相传最永恒的违约 只为你实现 你所有心愿 在慢慢靠近的一些 再爱你每天 你真是 我感觉很丰富 我需要你的笑 我地坑来两颗心 重新摘到以后 手提修新的心 我们就能安拉 若故好想去听宝 与你融化 传地打开我心房 飞我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未来幸福就是这样 一刻来的梦想 爱你爱我 就在随便梦想 游泳在你紧紧 守护你的决定 想着最永恒的你 只会为你实现 你所有信任 再慢慢靠近的一些 在爱你 你的心 你别与风 你别与风 喂 我是阿姨 什么阿姨 我是美丽的妈妈 米美丽 就是米朵 喂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啊 你跟我们家美丽 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 我跟她爸爸作物着呀 两家的大人是不是见见面 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啊 这是米朵和你们说的 我们要结婚了 而且还要你们跟我爸见面 也不完全是 主要是我和米朵的爸爸 我们觉得呢 你们年轻人呢 可能不太会计划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想长辈们见个面 要不然的话 请你的家长到我们这边来吧 我爸已经去不了了 他不在国内啊 要不等他回来再说吧 他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 他死了 被这种可笑的婚事给害死了 不可能吧 我现在跟米朵已经分手了 而且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有关系 我再也不想听到 那个女人的任何消息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认识米朵 这 先讲 希望你不会觉得太疼痛了 是 那你会不会什么 你又不想要 不用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雪儿 我记得 好像我们在工作上 有一些交际之外 好像 就从来没有过私人交情 不过 我这个人嘛 从来就不会拒绝 女士的主动邀请 特别是 漂亮的女士 沈总真是能说会道啊 怪不得在董事长生前 您会成为她最得利的助手 最得利的助手 何以坚持 公司里谁不知道 您是董事长 特意从国外调回来 辅助萧总的 他连最心爱的儿子 都托付给您 难道您还不是 最得利的助手吗 以前没发现呢 你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很聪明 是我忽略了你的才能 以前是因为 您和我交流不多 不太了解我 其实我下了班之后 和上班的样子 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介意以后和沈总 很多一些私人的接触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员工都在私底下讨论 其实觉得林总监能力也不差呢 您觉得林总监 有机会掌握大权吗 员工在私底下讨论这个 好像不太好吧 怎么了 你很关心林总监 我从来不否认自己的感情 感知这个东西也有意思 年龄不是问题 身份也不是距离 董事会已经有大半的股东 倾向于支持林总监 如果再加上沈总您的支持的话 林总监上位的事情 就十拿九稳了 林总监能上位的话 对我们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 这个消息你从哪儿得来的 您想 如果没有一点背景 我怎么可能刚回国 一进公司 就接管这么大的设计部呢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的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您早点说嘛 其实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应该跟你很亲吧 对啊 宋总是我舅舅 宋总 对 宋总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合作了 雪儿 今天你知道 我是董事长生前最吸引的人 你干嘛还要找我合作呢 是不是太幼稚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 在现在的形势下 站在哪一边对你有力 你自己应该非常清楚 否则很有可能 连现在的位置都补保 会一无所有啊 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啊 是董事长给我了我这一切 我是不会被董事长的医院的 你长错人了 沈东军 你真的不怕完蛋吗 谁完蛋还不一定呢 别不理解放了 那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销量啊销量啊 你真正的围检 你真正的围棋 就要开始了 爸 妈 我回来了 给你们带来好吃的猪蹄 你坐下来 我们有话又问你 怎么了 怎么忽然那么严肃啊 你跟销量是不是分手了 因为你整容 还有销量的父亲是不是不在了 怎么就闹到这种程度了呢 我以前就说过 别瞒着 别瞒着 你跟销量不合适 爸 妈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一直在欺骗大家 欺骗下头还有董事长 董事长对我这么好 傻孩子 还说什么对不起呢 妈知道 现在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你 你之所以瞒着我们 是怕我们伤心难过 可是 你一个人承受这么多 我这心里不是太苦了吗 错就错的 你根本就不应该爱上销量 你看现在闹到了这种地步 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这又是何苦呢 还提销量干什么 既然分手了 在乎我们这个家 再也不要提他了 美丽啊 以后有什么事 都跟爸爸妈妈说 天塌下来 我们都替你顶着 美丽啊 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不能一直背着自责和痛苦过日子 放下这段感情吧 咱们不要再想那些 不属于自己的人了 妈 爸 你们放心吧 最多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把它放下了 我会好起来的 你真的能放下吗 我宁可看着你 像原来一样 遇到什么委屈的话 你就抱着我痛哭一场 我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 把所有的委屈 都咽在肚子里 然后呢 笑给我们看 妈 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虽然这个过程有点艰难 可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可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给我一点时间 一定可以过去的 行了 行了 你是我们的小公主 居然有点大人 你游多了 就怎么办 要在哪里 最终的 打扰我 你可以从来 像我刚才一样 我这个条件 是 我怎么冨鸟 是 这是你 我这可能会有事 我评论 严总 严谨来了 公司董事都来了吧 都来得差不多了 我看你和有些股东关系挺好的 还好吧 怎么忽然这么问啊 没有 我刚刚看见你和宋总 聊得挺开心的 你们俩挺亲密的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只是不想 因为一些私人的问题 影响到工作 当然要因为私人的原因 影响到工作 现在剩你的关键事 我怎么可能会不帮你的 你放心吧 宋总那边已经被我说服了 到了投票的时候 他那一边的人绝对会投你的 你是怎么说服宋总的 你不是说我们是自己人吗 宋总是我舅舅 他当然要站在我们的一宫 宋总是你舅舅 对啊 当初我进TESER的时候 就是舅舅推荐我自己来的 怎么了 忽然之间 开始对我的事情感兴趣 行了 咱们别在这儿说了 别用公司的堵师们久等了 来 今天各位这么给面子 子良在这儿敬大家一杯 林副总开起来 最近林副总工作辛苦 是我们进一杯才是 对对对 我们进一杯不懂 来 谢谢大家 来来来来 在座的各位都是陪同我爸爸创业的功臣 我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 是以一个小辈的身份 向各位长辈取取经文 公司最近的情况 大家心里也很清楚 萧总无缘无故地不来上班 导致很多部门都已经瘫痪 业绩弄得是一塌糊涂 而我作为公司的副总裁 已经努力地挽回败局 但是有些事情 我是无法预约的 所以我想请大家 来帮我商量一下对策 要不然公司就垮了 我真想说这个事 我儿子在市场部 一份等着签约的重要文件 好多天都过去了 催出了无数遍 拖到项目的黄了都没签下来 萧总推卸责任说没看到文件 他到底还有没有有点责任金呢 刘总啊 这事反正是够你辛苦的 我们大伙呢都看在眼里头 听说董事长把这个公司 是交给眼兄弟俩人的 是吧 既然他那么不负责任 违背了董事长对他的信任 你干脆就把他换了 再说 这公司可是我们大家的心血是吧 对 对 对 我们可不能眼睁睁看着 这公司就毁在他手上 就是 其实萧总状态不好 我也可以理解他 因为我爸去世这个事情 想必大家心里也清楚 就是让萧总这个婚事给闹着 那我也想给他一次机会 但我现在找不到他呀 我担心找到他以后 这事就晚了 就是啊 这若再等下去 那公司可真就完了 自量啊 我的意见和宋董事一致的 既然董事长的医院里 有你的一份 那么公司大任 你就应该肩负着一半 萧亮不行了 你就勇敢地顶上去 我们大家听你 对啊 对 当时要是没有董事长看得起我 我哪里来现在 股东大会马上就要开了 我绝对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董事长的心血 给他们糟蹋了 就是 大家冷静一下 你们的心情我感同身受啊 但是萧总这个位置 毕竟是我爸给他的 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吧 哎呀 林总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虽然视频 对我没办法 你的老金 也许你 Tacoma 我希望你再配我 我们都不会 你再配我 我就再配我 相信我 不是 感谢各位 对我们塔西柔公司的关心 等董事会结束之后 我会回请大家的 来 大家举杯 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让我们塔西柔公司 再创辉煌 来 干杯 叔叔 你明儿来了 对 今天怎么不许上班 我今天休息 想着我自己在家做饭吧 太麻烦了 我就想来这边蹭个火 那没问题 一铃 你来了 对了 美丽在睡觉呢 要不我去叫她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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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睡吧 这两天呢 她是有点累 那就让她睡吧 对 我给她买了一些 美丽爱吃的菜 一会儿等我做好饭之后 她起来就能直接吃了 你不要这两手啊 对啊 都是美丽教我的 说起来她是我师父呢 对啊 你是美丽的好朋友 我们也把你当儿子看待 以后我们照顾我们的 你不到的地方呢 你替我们都照顾一下 您就放心吧 这是应该的 那行 那我先去做饭吧 别别别 我们家的水管坏了 先放了 我先放了 水管坏了 没关系 我休息一下 这怎么好意思呢 叔叔刚才都说了 我是你们的儿子 再说那天我不是说过吗 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要给我打电话 你没跟我说呢 那就是水管嘛 很简单 我马上就修好了 辛苦你了 那我先去了 好 孩子真不错 真是好孩子 怎么了你 撑死我了 我现在真的是 每次到你家吃饭 我就特别冷静 为什么我永远都见不见不见 你爸妈做这饭太好吃了 真的撑得我现在 连走路都走不了了 雷铭 逗你玩呢 不过吃人的嘴软啊 下次他们要是再想 请你帮忙的话 你可没法拒绝了 谢谢你啊 雷铭 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都是由我爸妈来照顾 我也忽略了他们 对我的关心 不过还好有你 今天他们应该会非常开心的 我跟你说 这从小到大 叔叔阿姨对我挺好的 我们坐下来陪他们聊聊天呢 我自己也挺高兴的 所以 以后别老跟我说什么 谢谢不谢谢的 你高兴了叔叔阿姨就高兴 所以关键还是你 你要高兴 知道吗 来 来 来 你看看 咱们这儿的天 是不是比上海的天好看多了 满天都是星星 其实从上海回来之后 我几乎就不太敢再想想看星星了 因为曾经追逐过一颗最喜欢的星星 可是已经耗尽了全都没有联系 有些星星很亮 但其实 他令我不愿 但有些星星 看上去不怎么显眼 可是 他就在身边 你说这人 为什么永远 都看不到身边这一刻 我 不是看不到 而是不想看到 任何一颗星星 都不想再看到 对我来说 爱情就像流星 转瞬即逝 这辈子 看到过一次就好了 可是你不看 并不代表他就没有了 我就站在你的身边 一直这么看着你 我会一直等到你转身 看见我的那一天 好了 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 好吗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你可以好好地考虑考虑 明天我要去山区 做医疗支援 这一走 就是一个礼拜 坏了 我要走一个礼拜呢 这一个礼拜就是七天 你七天见不着我 你会不会很想我 怎么办呢 行了 别玩了 都知道你在玩什么还玩呢 这次是真的 你闻闻 你闻闻了 真的 这次是真的 你看 又 又一个 你闻闻了 小总 现在林副董在公司动作品店 经常和股东们走在一起 我有些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毕竟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 你还是亲自去看一眼吧 这文件我看不下去了 不去公司了 我们不见过了 可现在公司那边都在等你呢 小总 你还等我又怎么样 我说了现在没心情管 快 停车 下来 晓鸵 行1 你 和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去整理的 那是因为我出了车祸 所以我的脸毁了 我没有办法它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车祸 车祸 齐云 去帮我调查一下 当年迷读车祸的资料 好的 小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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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今天不是说好要跟爸爸一块吃饭吗 来来来 有好多好吃的菜哦 那每一桌都是你还吃的 李董 乔亮 快过来坐吧 爸 你还知道我睡得不醒啊 为什么吃个饭让我等这么久啊 对不起 我再也不会让你收起了 爸爸 您没有用 我不知道 你还想发现 你还想发现 你就还想发现 你还想发现 哪儿 你还想发现 他变成来了 小姐, 你看 这个洗发水还真的很不错的 一百年润发洗大露 还说是什么素食领养 我还第一次听说 不管怎么样吧 我这几个头发还真的挺舒服的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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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站在你的身边 一直这么看着你 我会一直等到你转身看见我的那一天 胖子 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重来的机会 好吗 有电话 欢迎您好 欢迎您好 我是雷鸣的同事 让他提供的应急电话联系到您 应急电话 出什么事了吗 雷医生在出人路上遇到了他方 这位警察上班 雷医生上班很重 现在在哪里 哪个医院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好 谢谢 怎么了 那你再去 咱们的联系 喝点酒 已有点脸 赶紧通知血库 调用带来血浆 现在毕竟严重血血 师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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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背着你了 我是在做梦是不是 我是在做梦是不是 我爱你 希望 我死了以后 可以变成一个星星 变得更耀眼一些 因为只有那样 你再不问那么慢 才找到我 你现在说什么呀 我愿意 愿意拖着绝望离开你 只有你 放弃避爱的彻底 我愿意 愿意被他烂疯疯狂 愿意隔着妄想 我愿意拖着绝望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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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病人刚刚脱离危险期 马上要转入病房 请来信等待 我愿意拖着绝望 我愿意拖着绝望 你我愿意拖着绝望 我愿意拖着绝望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你 睡觉的表情 竟然这么委屈 正好就有人欺负你一样 你难道不想睁开眼睛 去看看那个一直欺负你的人吗 他真的很吓我 没有让我给你机会吧 没有让我给你机会吧 没有让我等我给你答应 不要你醒过来好不好 不要你醒过来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但我还可以 笑你对我好 那样去一直对你好 所以你真的还已经看到我好不好 快点醒过来哪一遍 快点醒过来哪一遍 美丽 美丽啊 一鸣怎么样了 还没醒啦 美丽啊 爸爸妈妈给一鸣煲了锅汤 等她醒来一定给她喝了啊 谢谢爸 贵晚 states 还有 不是 你 你帮我开iot 太敷了 PK 那我们不昨天 我们下午讲两个众 점影片 得可以 不姑娘 别 beep 快儿 一辈子的 孩子 我希望他醒过来 看到我的眼睛 就是我 那好吧 记得啊 有什么事跟我们打电话 那我们先走了 恩怨 总是找不到了再珍惜 越是在乎的就越多怀疑 如果我答应你 姨亦明 我手上和脚上的伤口 都已经好了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醒过来呢 是不是因为的伤口好起来 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 我发誓 只要你愿意醒过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雷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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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你醒过来了 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都是你的生命 你一直哭着害我的名字 我挣扎着想要醒过来 可是我发现我根本懂我了 你知道吗 为了把你叫醒 我有多么努力 我害怕你就这样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我真的好害怕 那天晚上 你在想象前说的话 就变成我们最后的对话 是吗 说你再也不想见到我 傻瓜 你说你不想见到我 就不会见到 我会死皮来脸地来着你 你看看现在 我不是就在那身边吗 嗯 看着我干嘛 死胖子 想什么样子 我在想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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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我给你答案吗 我 现在这么大案 你还想要呢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 我许会一个愿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所以现在我想通了 我还忘记过去 给自己有着急开始的机会 你说的是真的吗 说过的话 不能反悔啊 不能反悔 好 你伤害吗 快躺下 我过来的是我伤不伤 反正我只知道 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 吓死我了 你那么久才醒过来 你又再也不买了 你又再也不买了 然后你也不买了 你又再不买了 我去吧 绝对了 并且不买了 陈源 什么呢 什么呢 那是成事了 我的资料 这是真的吗 上次咱们遇见车瘟那事 间接导致受伤的那个人就是迷多 他伤势炎症的脸部毁人 所以被迫进行了整理手术 你出去吧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宝宝 宝宝 你看到了吗 就是这场意外 就是这场意外的车瘟 毁了弥多之前的生活而渐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 原来我才是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宝宝 我逼迫自己 把怨恨 转移到你躲身上 可是我越这样做 我就越痛苦 如果我告诉你我还爱着他 你会原谅我吗 我会不会太多人 就有点重心 就像我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想要把这个人 我会有这个人 我会有她的宝宝 我会很想要 我会有这个人 我会有这个人 你会有什么事 我会想要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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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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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